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旧记 第三十章 摩西 小玉 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 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 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启示 要约束自己就不可实言 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 女子年幼还在富家的时候 若向耶和华许愿要约束自己 他父亲也听见他所许的愿 并约束自己的话 却向他默默不言 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 就都要为定 但他父亲听见的日子 若不应承他所许的愿 和约束自己的话 就都不得为定 耶和华也必赦免他 因为他父亲不应承 他若出了嫁 有愿在身 或是口中出了约束自己的冒失话 他丈夫听见的日子 却向他默默不言 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 就都要为定 但他丈夫听见的日子 若不应承 就算废了他所许的愿 和他出口约束自己的冒失话 耶和华也必赦免他 寡妇或是被修的妇人 所许的愿 就是他约束自己的话 都要为定 他若在丈夫家里许了愿 或起了时 约束自己 丈夫听见 却向他默默不言 也没有不应承 他所许的愿 并约束自己的话 就都要为定 丈夫听见的日子 若把这两样全废了 妇人口中所许的愿 或是约束自己的话 就都不得为定 因他丈夫 已经把这两样废了 耶和华也必赦免他 凡他所许的愿 和刻苦约束自己 所起的事 他丈夫可以坚定 也可以废去 倘若他丈夫 天天向他默默不言 就算是坚定他所许的愿 和约束自己的话 因丈夫听见的日子 向他默默不言 就使这两样坚定 但他丈夫听见以后 若使这两样全废了 就要担当妇人的罪孽 这是丈夫带妻子 父亲带女儿 女儿年幼还在父家 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律例 对她吗 对她的儿子 我说 你不是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